无法到医院的仁医会就把医疗服务送到家里头 中区仁医会的成员来到云林的骨坑亡诊 有一位80多岁的阿嬷 因为长期卧床 她的肢体变得比较僵硬 一时就帮阿嬷做适度的伸展 在筋骨放松之后 脸上马上露出久违的笑容 几年前老阿嬷还能用重型器走路 气色不错 开始卧床之后 双脚肌肉微缩老化得很快 换尿布擦拭身体 顺便换药 医护一气呵成 更重要的是帮助阿嬷运动 卧床患者需要被动式运动 才能预防关节僵硬 守护片香长辈 观察生活细节 这份用心受住个案都感受得到 千言万语化作深深的拥抱 同样在骨坑乡苦灵脚活动中心定点益诊 来了五姐妹 一问才知道 九十多岁的夫妻是益诊患者 女儿们回娘家特地来道感谢 我们不用到外面的诊所奔波 去那边排队 感谢 感谢慈悸对我们偏乡的照顾 最牵挂的就是年迈父母的健康 民众感恩仁一会没有忘记偏乡的长者 大爱新闻 珍珍美之工张国辉魏庆堂云林报道